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下午5点到6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大家好 我是佳寇蒋伟文 今天是9月25号 礼拜六 It's a Satur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大概也是快要两个礼拜前吧 家里的两兄弟 一个八岁的Jackson 一个五岁快六岁的Layton 两个人最近常常容易大吼大叫 就是一个不开心就开始 这是我的 为什么你可以那样子 爸爸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 爸爸 弟弟他又怎么样了 爸爸 哥哥是臭哥哥 尿尿哥哥 大便哥哥 就常常这样子 然后我就立刻赶去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几年 我们蒋公厨房一直都有 跟罗宝宏老师连线 甚至请他到现场来 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 然后在他发迹的那前几年 他第一本书出的时候 就是说他还没有变成 他现在算亲子界的天王了 当时还没有坐稳宝座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 我就常常到他家 跟他请教很多有关养儿育儿经 其实扎实实学到了很多 我真的觉得用的真的很棒 比如说最近尤其两个儿子 年纪又大了一点点 真的很容易起争执 不管在玩具上面 或甚至一些冲突 怎么去解决他们 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大概一个礼拜 礼拜前就发生一件事情 那时候爷爷奶奶正好到我们家来 就是讲爷爷讲奶奶 到我们家来吃我做的菜 当然了 家里一定会有玩象棋 吃菜肴 然后聊天 什么什么的 然后过一阵子就会听到 因为家神跟爷爷已经玩过象棋了 所以弟弟也很想玩 可是弟弟还没有学会象棋 但是没关系 我说家神就跟弟弟玩 你们自己设计好的象棋游戏 他们就叠起来 然后什么我吃这个 你吃那个 就随便乱玩 他们自己定的规矩这样子 那当然了 玩到后来 我就听到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厨房里做菜 我就听到家神很大声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很大声 然后我就讲爷爷跟蒋奶奶都 突然之间觉得 怎么突然之间小朋友在吵架 我就赶快赶过去 然后那时候蒋夫人 就觉得说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然后小孩又这么大声 然后他立刻就跟家神讲说 家神你怎么可以这么凶 你怎么可以态度那么差 然后我马上过去 我就用罗宝红那一套 没关系 先跟爸爸说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谁要先说 然后弟弟就没有讲话 然后家神说 弟弟啦 他都故意气我 他都故意气我 我说真的吗 弟弟怎么气你的 他都假装没有听到我讲话 我们在玩这个 他那是玩这个 他就乱弄一场 然后我跟他说话 他就不理我 然后我就看着弟弟 然后弟弟就一脸 真的还有这么说 那个脸就是对 我就是这样子 我说弟弟 你真的有气哥哥吗 你真的不想听哥哥讲话 那你为什么不想听哥哥讲话呢 哥讲话不好听吗 那我都用很平静的这个 这个语言跟弟弟讲话 也没有怪怪罪他 你看 然后弟弟就说 那这样他就比较容易打开心房 那如果你一开始骂他 弟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就会觉得很defensive 然后可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弟弟就说 没有啊 哥哥每次说 我不想要这样玩 他就一定要这样玩 那我不想要这样 然后他一直讲一直讲 我就不想要听 我就不想要听 我就说 我就说弟弟你不想要听 也可以 但是你这样子会气到哥哥 你看哥哥那么生气 然后他就有一点 他那个脸就是 我就是要气他 他这样就是 这是我要的结果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弟弟啊 那假如说 你跟爸爸讲话 你希望爸爸听你讲 你做了什么好梦啊 或者你想看什么卡通啊 你最喜欢小叮当什么道具啊 这些都是你最喜欢 跟爸爸讲的话 对不对 对 那如果爸爸都假装没听到呢 你会很难过 你会很伤心 会 我说你看哥哥 那哥哥现在真的还在生气 我说 你看哥哥 你这样气他 他就很难过 很伤心啊 那如果爸爸这样对你 你也会很难过 很伤心啊 那我们在家里面 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让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爷爷奶奶 或者是哥哥 或者哥哥对你也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 假装没有听到人家讲话 然后故意去弃对方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去弃对方是不对的 然后弟弟就 因为我前面花很多时间 慢慢跟他讲 他就比较听得进去 我说弟弟啊 我就觉得他已经听懂了 而且已经愿意听我讲话了 所以我就是弟弟啊 那这个很重要 我说弟弟 那你跟爸爸一起说 你跟哥哥说 哥哥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再故意 没听你说话 故意气你了 我不会这么做了 然后弟弟就跟着我 我很平静的这样讲 然后弟弟也真的说 哥哥 我下次不会再气你了 我不会再故意 没听到你的话了 对不起 他就照着我这么说 然后这个事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后来我就 特别跟我爸爸妈妈 还跟那个 蒋夫人讲 我说啊 尤其像弟弟这种 五岁快六岁小朋友 他们其实很纯真 很单纯 你叫他重复这个话 他真的愿意讲出来的时候 他会真心去相信他的 就说 我不要再气哥哥了 我不要再做个坏事了 他不像大人 有时候也不由衷的 小孩子有时候 你叫他讲 他真诚讲 他就真的去这样做到 接下来就是要鼓励他 希望好好做到这样子 所以我最近就发现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处理的还蛮棒的 拍拍我自己肩膀 讲话有文 你做得很棒 也是好爸爸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秋分时节的 暖心推荐 是的 我们中广好物市集的 跟林营姓的中广连麦 那这个林营姓 这可以算是大家说 是杏仁界的香奈儿 因为你知道在秋冬时节呢 来一杯非常棒的经典杏仁粉 所泡的杏仁茶 或者其实杏仁粉呢 也可以做很多的烘焙 比如甜点啊 饼干啊 咸派啊 烘焙料理等等 在冬天的时候 还可以制作杏仁火锅 暖胃又健康 不管怎么说 杏仁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啊 具有抗氧化的功效 增进皮肤与血球的健康 而且杏仁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你的肠胃蠕动 更容易排便 并含有单元不饱和的脂肪酸 还有矿物质哦 别忘记了 这就是我们灵异性跟中广连迈 只要上我们中广的好物市集 你就可以享受到 这个灵异性的经典性人粉 还有更多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卡斯 郭恒奇的这首 海边的曼测斯特 听完这首歌 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1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We're back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讲公来说菜 我们上个礼拜 我不知道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 就是礼拜天的时候 我讲了这个 我爸爸妈妈到我家来 然后我爸跟Jackson 喜欢玩象棋 我妈喜欢来点菜吃 这样子 讲到这个葱烧海参 是我妈很喜欢吃的 我发现 好像不见得是我妈妈爱吃 好像老人家都爱吃这一道 因为海参呢 它就是高蛋白 然后呢 又没有这个多余的一些 这个比如脂肪啊 还什么的 挺营养的 然后呢 老人家就牙口不好 喜欢吃那个煮的烂烂的那个海参 味道又很足这样 那葱烧海参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那其实你到市场去买这种已经发好的海参了 或者是买比较有品质保证的 比如说老鞋针这种的 他们有发好的海参 都可以 市场也有 有时候 不过有时候就是市场买的 第一个你要到那个比较大的市场 他才会卖 有发好的海参 因为通常那种小一点市场 他可能要过年的 才会有在卖这个东西 然后 那大一点市场 现在你知道 大家也不太喜欢去逛那么多 这么多人的市场 但是也OK了 那自己发就比较麻烦 自己发至少花个两天的时间 就从干的海参 然后就发到那个他的大小 至少花两天 所以我都是 现在是买这个 你发好的 买回来以后呢 你可以请那个老板娘 把里面的这个海参的一些筋 一些什么沙子 嘴巴 都把它剃掉 你回来再稍微再清洗一下 也是很轻松 那海参种类很多了 有就长刺的 有的没有这样子 那不管怎么样 买回来以后呢 你就先剖半 剖半以后呢 打斜片 打斜片的意思就是大斜片 就是你切的时候呢 有点打斜刀切进去 然后这样的话 它那个被切开来的 那个 被切开的面积比较大一点 那这样煮的话 比较容易透 或者你喜欢切条状 也可以切条状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 这个一锅滚水里面 先从冷水 先放一锅冷水 里面放冲 放冲段 还有这个姜片 所谓放冲段 这样讲不正确 应该是两把葱 把它卷起来绑个结 把它丢到这个水里面去 然后将姜片丢进去 这样子 然后放一点料酒 通常我是放黄酒 就是绍兴酒 这样子 放一点点 然后就把这个海参 打斜片的海参 把它丢进去 在里面先煮 这样子 大概煮个15分钟左右 大概煮到你想要的软烂度 有的人是 像我有时候就整条去煮 这样子 如果比较小条的话 整条去煮 清理干净 肠子的 破半 还没有完全破断的 直接放在里面煮 煮个15分钟 拿出来 先稍微冰镇一下 就是把它放凉一下 然后再把它打斜片切 这样子 然后在锅子就把水倒掉了 这个海参第一步骤 第一个把它汆烫 去除它腥味 第二个汆烫的时候 顺便煮到它到你喜欢的软烂度 放旁边备用 然后锅子再烧热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把葱白 大概要四五把葱白 葱白再剖半 然后再切细一点点 葱白把它切细 切成葱白丝这样子 然后用多一点油 比如说三到四大匙的油 甚至五大匙都可以 去把大量的葱白丝 从冷油稍微把它炒到香 到中温的油 到热油 然后把葱白充分的 在油里面 等于说半煎炸 或者甚至有点像 慢慢把它泡炸 炸到葱白都已经 有点焦黄 可是不是焦黑 焦黄 焦黑就所谓的糊掉 就有苦味 不要有苦味 要焦黄 香香的 然后这个油已经变成葱油了 这时候你用滤网 把那个荷葱筷子 把所有的 在里面 泡炸过的葱白 已经有点焦黄的 干干的这样 整个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 放到热水里面 这个热水 大概要500cc最少 500到800cc的热水 放到里面去 就泡在里面 上面再放个盖子 泡到里面 让这个汤汁 葱很香的 这个炸到泡灶 那个葱 碰到这个热水里面 去泡着 那这个热水 待会就是你煮 这个海参的汤汁 你先放旁边 然后这个葱的油 炸这个葱的油 大概四五大匙油 你就把它沥干 沥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 要烧海参的油 葱香油 因为海参它没有油 它发海参时候 也特别不能碰到油 所以海参没有油 所以你要用的油量 会比较大一点 好了 锅子里面 你把油沥出来 再留一点点油 这锅子里面是葱香油 这个香气了 这时候你再炒香 葱段 然后再炒葱白段 因为葱烧污参 葱烧海参 所以这时候再切葱白段 进来炒香它 也是大量一点 大概五到六支 炒香它 葱段 白段 葱白段 然后姜 我是没有在放姜 只是汆烫的时候放 这边就只有葱的香气 炒香它以后 就会放一点点蚝油 酱油 酱油会比蚝油多 比如说2比1的这种量 然后加一些冰糖 或者砂糖 然后再加刚刚 泡葱白的水 500C把它丢进来 煮滚 第一个你要把酱油 跟蚝油先把它炒香了 冰糖放进来 一起 然后也稍微拌炒一下 或者砂糖拌炒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葱的香气了 然后再把刚刚那个葱香水 倒进来 把它煮滚 海参就倒进来 在里面慢慢煨煮它 这样子 煨煮它 煨煮到你喜欢的软嫩度 然后在看需不需要勾芡 把它煮到收汁 收汁以后 可能需要的话就勾点芡 然后再把刚刚那个葱油 在起锅的时候淋在上面 让它那个很亮 又很香 葱的香气 我们家的葱烧海参就这么做的 我妈很喜欢吃 在家里你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下一步是 我自己想去买一袋干海参 我还真的没有发过 可是我真的 这个买 买泥发好的海参做了很多遍了 所以我想说自己来发发看 反正老人家喜欢吃这个吧 下次来跟大家报告 我发海参的过程中 发生什么事情 我现在还没发过 发了以后 不是发财 发海参 发了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讲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We're back 我是加工 蒋伟文 今天我们的厨房里连线了一位特别来宾 大家都叫他夏中社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静周刊静文学的董事长 然后他又曾经是一周刊的总编辑兼社长 还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 那最主要他一开始 其实他是媒体人 然后他的这个采访的经历 其实跟很多美食都有关系 那这个在推训序里面的这个 詹红志 我们这位詹先生还特别提到 说我们这位社长 他其实有三种才艺 他有这个歌艺 原艺 还有厨艺 等于说这个人喜欢花草 喜欢唱歌 又喜欢夏厨 今天我们就要聊到 他下厨的部分 因为他出了这本书 陪社长的厨房手记 今天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陪伟陪社长 陪伟你好吗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真的是 我刚刚讲的没错吧 本身大家都叫你社长 对因为我 以前一周刊社长 在金周刊也是社长 是 但这个社长 不是说这么这样稀奇了 很多地方都会有社长 但是社长是男生 又非常喜欢做菜 而且又喜欢妇科一些大餐厅的名菜 这就很特殊了 那第一个问题 陪社长你自己本身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做菜 我是在读书的时候 有时候同学聚餐 我就想说做一些菜 就发现我还蛮会做菜的 那个时候就发现了 同学聚餐 那个是大概是什么时候 国中高中还是大学 主要是高中到大学都有 高中到大学 同学聚餐的时候 你就会做一些菜肴 给同学吃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觉得自己会做菜 那这样的话 你印象中 那时候大家喜欢吃你做的什么菜 叫得出名堂来吗 我也忘了 那时候就是大家想吃什么 随意做一做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的菜吧 那我其实 我自己发现我会做菜 大概因为小时候耳濡目染 我爸爸会做菜 所以看着他做 然后不知不觉我就会做菜 然后后来开始做菜 才发现我确实 以前那些东西 我没有刻意去学 但是学起来了 就是这样子发现的 我这样说 你们真的是这样子 副传子 子在传子 就变成副三代了 对不对 后来你小孩出国的时候 你又传授他你的厨艺 希望他们在国外可以 自己可以独立做一些菜 给自己吃是不是 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起心动念 开始教他们做菜 教他们做菜以后 然后我想小孩子 学这个做菜 一定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 于是我就写在脸书上面 那我在写在脸书上面以后 我就文字写得非常的啰嗦 除外我就想说 每个步骤 我都用手机立刻把它拍下来 因为我想说他们总是会忘记 忘记以后 他只要找我的脸书 就找到这道菜 他就会做了 对 我是因为这样子 才开始在脸书上开始写 如何做这道菜 是 这就是这种陪社长的厨房手记 现在这个在脸书上 本来是写给孩子们出国的时候 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自己可以做出父亲的手艺来 然后在外国的外地 可以吃到我们台湾的一些菜肴 甚至一些大疆南北的菜色 没想到现在节级层次 而且是好厚的一本册子 当然说起起心动念 可能不见得大家都会相信 因为通常我们爸爸 给小朋友教他们些家常菜 炸酱面 或者是什么卤牛肉 这种东西的 但是陪社长的厨房手记 当时写给小朋友 收录了很多三海楼的 红蜀海鲜米糕 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一开始是教他们煎牛排 这一开始的 吓我一跳 一开始就有什么 汉来名人坊的玫瑰花雕鸡 教小孩到外国外地 可以煮个名符台菜的牛肉羹 那太厉害了 没有 这个都是后来的演变 我一开始就是教他们煎牛排 然后到了过年 我就想说家里面做熏鱼 做的食权如意菜 把一些家里面的味道 交给小孩子 一开始是从这边开始的 后来你知道因为台湾就是有疫情了 有疫情之后 我跟我们杂志社的美食组的副总编辑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你应该邀请一些大厨师来网络上教大家如何在家做菜 结果一个礼拜以后呢 那个我们的副总编辑就跟我讲说 社长你在脸书上写那些东西就很合适啊 于是他就把他开始在网络 他去整理就变成在网络的一个专栏 那个时候就是陪社长厨房手机了 然后呢这个压力又推回来给我了 我就想说糟糕我总不能只是教人家怎么煎牛排啊 怎么做一些家里的菜啊 我开始开始搜索枯藏我以前吃过的好的菜 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跟一些大厨学的菜 我跟哪些人吃饭的时候吃到一道菜 我当时有跟这些大厨讨教过怎么做的 我就开始一道一道开始把它做写出来 这时候的服务对象已经变成我们的读者了 所以才会出现你刚刚说的 不管是山海楼的这个红薰米糕啊 那种豪华版的红薰米糕啊 出现名服的草米粉啊 出现名服的这个什么牛肉羹啊 这些东西都是后来 因为我答应了美食组把它转变成为专栏之后 我就变成觉得好像应该要写点东西 给大家能够复制的 我才开始把这些餐厅的名菜开始写出来 我甚至去要了那个台数牛小排的秘方 就是因为要满足我们美食组那个解稿压力 你知道吗 自从这本陪社长厨房手机出了以后 我翻过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啊 一个社长懂吃爱美食 他能够跟大家分享 那真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 因为翻开这本厚厚的书啊 有时候一本书很厚 可能里面拍的很精美 那或者是里面很美啊 但是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太有看头了 他这个分别是妇科名厨的一些名菜 像我们刚刚讲的山海楼的啊 吉原的啊 名服台菜的牛肉根啊 汉兰名言坊的玫瑰花雕鸡啊 或者是这个饗宴铁板烧的黄鱼威面啊 另外还有一个章节是有关大厨这样做 就是我们陪社长跟大厨们学到的一些pepper 一些这个大厨他们才不传一些秘技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宝岛时代会所这个廖建华的元旦福禄虾 我看了 这道菜非常经典 好特别 而且很好做 对 我看了以后发现这个燕客在做这样太棒了 很漂亮 对 但是真的非常好做 而且就是一颗蛋 一只虾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肉酱 广达乡肉酱 没错 他有那个元旦福禄虾这个名字 他有一个蛋在里面 就有一颗蛋 他进烤箱 这样做出来就很有那个看那个卖相 而且你冬天进烤箱 你夏天就用蒸的 没错 然后另外呢 这个厉害了 我觉得以前那个华国饭店黑仔大厨 潮州卤水啊 这个真的是学会了是可以做生意的 这个也是大厨怎么教的 另外名副台菜的阿猪姐的嫩煎猪肝 台菜里面猪肝最难煎了 怎么把它煎到好吃 这也很重要 那另外呢 再来一个章节 我自己就觉得很棒 叫韬客带路 名人懂吃 名人怎么知道怎么吃 然后这个我们社长跟大家分享 这个 孤连松 孤老这个印尼牛尾汤 周杰伦 那么 黑豆龙虾 白仙勇跟 刘雄伦的 这个叫醋烟鸡 醋烟鸡 对不对 还有那个鸡汁臭豆腐 对 然后好伯春跟好伯伯的狮子头 跟曹玉的狮子头 对对对 这些都是一些名人的一些名菜 还有一些秘方菜 后面再来就是比较亲 这个亲民一点的 感觉是社长的家庭餐桌 对对对 我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立刻就要问一下我们社长 陪社长家庭餐桌里面有一道 叫做惠海参 我妈特别喜欢吃海参 我来问一下陪社长 惠海参的秘诀是什么 然后海参到底怎么挑 然后你们家怎么做的 回来来教大家 我们陪社长厨房手机的惠海参 别走开 Family 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厨房里能连线到这位陪社长 真的很厉害 这一位社长爱吃 又懂得怎么煮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 这样的社长对我们这些爱料理人来讲 或者爱吃人来讲 这是一大福气了 陪委陪社长出了厨房手机 社长你还在吗 我在我在 对我们现在讲的是 你的家庭餐桌 这边有一个chapter 第三个chapter里面是我家的食谱 对对对 里面有惠海参 伊比利猪排 鸡利乌鱼子炒饭 海马鸡汤 这我都还没问什么是海马 海马就是海里面海马 真的是干的那个中药材的海马 对对对对 哇海马鸡汤我连吃都没吃过 那什么味道 海马本身只是熬汤用的 还是它本身可以吃呢 它本身就是熬汤 它等于增加一点海味 对对对 这个蛮特别 干扁秋蟹 清炖蔬菜羊煎蒜羊肉 然后食井菜和熏鱼 还有这个卤牛腱 那第一个我要问就是这个惠海参了 惠海参陪市长家里怎么做的 我家里的惠海参 其实是我爸爸他其实艳客时候 很容易做的一个菜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海参 我们通常 你知道我是山东人 所以我们常常 卤菜里面常常用的是 是葱烧 葱烧汤 对对对 那这个惠海参呢 它其实用鸡汁入味 它就是你把 里面你看你有非常丰盛的 有蹄筋 有鱼皮 是 有海参 然后有鸡肉 就是那个鸡的里鸡肉 对 然后有鸩唇蛋 对对对 有鸩唇蛋 然后再来干贝 这些都是非常清淡而甘甜的味道 是 然后用鸡汁把它汇在一起 然后让那个海参 你知道海参本身是无味的 对 它就会吸收那个鸡汁 以及其他这些材料 给它的美味 等于说这个鸡汤 这个浓郁鸡汤 第一个它提供的是 它那个油很重要 对不对 对对对 它那个海参 它其实本身 它就是本身没有味道 它就是吸汤汁的味道 没错 对对对 然后你要注意的 海参又不耐久煮 它会缩起来 它会缩 所以海参放下去 你尝它已经入味以后 就要起锅了 那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外面 通常都市场有时候会买到 已经发好的海参 对对对 那海参买回来 因为它有一个 它里面当肠子 杀了 嘴巴都把它去掉了以后 对 那像你们家是 你们家是切什么样子呢 大概 我们就是 切断 切断这样 切断 然后就是切成条状 所以是先重的切 再横的切 那切完以后 这个海参需要先汆烫 或者是呛锅 还是说直接就煨煮它就可以了 直接煨煮它就可以了 因为你如果是买 已经发好的海参 其实它都已经处理好了 你就是什么时候下锅 什么时候切 什么时候就做就可以了 了解 那裴社长 你们家这个海参做法 做错了以后呢 这个海参吃的是脆 还是吃的是嫩呢 吃的是脆 脆 OK了解了 因为我想问的是 我常常煮的是脆的 可是有时候我看 那个厨房里面 人家会有时候煮 那一条海参的乌生那种 乌生那个冲烧乌生 它可就要 煮得烂 对 它就是整个味道进去里面 它就非常的软嫩 对 那像那种 那种要煮多久 那种 那种其实也不用太久 那个通常 喂海参的味道 大概30分钟以内 就要起锅了 讲到那个 因为这是卤菜系的 所以就是 葱烧啦 这个喂煮啦 这样子 爸爸是山东人 因为刚刚裴社长 在第一段访问 讲到说 其实耳如木染 爸爸以前在家 很喜欢煮菜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后来呢 你的孩子 除了看你的手机以外 有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传承到 你们这家的味道 他没有正式的 做像样的一道菜给我吃过 不过呢 他现在变成一个帮手 比如说 像我在这个书里面 有一道那个炒秋蟹的那个部分 前面不是最重要的那些香腥料 要炒香 然后再用螃蟹去靠它的嘛 那个香腥料就是我儿子炒的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些东西就不断的翻炒 不断的翻炒 有耐性 这30分钟的这个料 炒香 就是提供整道菜的灵魂 他就做这些事情 慢慢慢慢 我最重要是训练他的舌头 当他懂得吃了以后 他很快很快很快 他以后就容易上手 也会开始有自己的变化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陪生长其实说自己在学生时期 因为很喜欢煮料理给同学吃 大家觉得不错 他就发现自己手艺还不错 当然是爸爸耳濡目染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 陪生长你本身其实是蛮爱吃的 对不对 对我很爱吃 对 对因为你刚开始在做这个媒体的时候 也是接触到很多饭店嘛 对不对 对那时候我在工商时报 我的第一个路线就是修成产业 那时候刚好台湾最重要的三个饭店 现在的精华以前叫利金 利金 凯月 还有西华 刚好都那个时候成立 然后我就去采访 然后去试菜 那你就知道了 试菜就会吃 然后就会胖 所以我们的职业伤害 就是我那时候就胖了二十几公斤 这太厉害了 不过这二十几公斤 不是没有代价的 其实有 就是这个重是重的 可是你求学的欲望很强 你问了很多有关在这里面秘诀是不是 对对对 比如说我吃了一道菜 我觉得它好吃 我就会跟这个大厨讨教一下 那个时候他们饭店刚开 他也不厌其烦的告诉我说 他注意了哪些东西 注意哪些东西 他不厌其烦的告诉我 后来我们就慢慢就像朋友一样 那我这次在做这些菜的时候 我觉得哪边可能不妥 我还会打电话问他们 他们还会告诉我 陪胜 那这一本院实在很厚 然后其实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想问你 就是刚刚是我自己挑了一个惠海生 这样来问你 陪胜 让你自己来挑到一道 你觉得真的很希望跟大家分享 但这是很难 这整本这么多道菜 但你最想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广播里面会是哪一道呢 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常做的一道菜 就是蔡波能 蔡波能 这也太家常了 对 我想 我为什么想分享这道菜的原因 就是那个蔡波能 看似寻常 要好吃非常不简单 这就是真正大厨教我的秘诀 就在这边 怎么样呢 第一个 我们可能都忽略掉的 但要好吃 一定要在常温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把蛋 从冰箱拿出来 放到常温上 让它回到正常的常温以后 才可以去做这个料理 那个名副的阿猪姐 就跟我讲说 那个蛋一定要常温 不然 不伤 对 这是第一件 第一个秘诀 OK 第二个 你这个蛋 你打了以后 你要下锅的时候 那个蛋要有点蓬松 要让它像烘蛋一样 你不能省油 你油要多 对 这油一定要多 好 然后蛋支下去以后 不要去炒它 让它旁边煎得金黄焦素 对不对 对 这时候 我们有个大厨就教我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就是请你拿的长筷子 放到这个铁锅的正中心 就是蛋的蛋 蛋支的正中心 对 开始去搅拌它 嗯 你在这个搅拌的过程中 就让那个蛋支 不断的接触这个锅底 对 你就让这些 原来在上面的这些蛋支 就不断的被翻搅到下面 接触锅底 它慢慢慢慢整个就熟了 我们通常 我们常常就是 蛋下面都已经焦了 中间还不熟 还是蛋支状态 是是是 那个老师傅他就教我 你就用筷子在中间这样搅拌 拉拉 然后呢 它就会让中间变嫩 嗯 然后这个时候才要翻锅 然后在翻锅之前 要做一个事情 加一瓢根的猪油 啊 这也是个秘诀 真的是 真的是tips 这个秘诀 加在这个蛋支里面以后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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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油是容易热的 嗯 它就会让里面更为熟 而且添加了古早的猪油香味 是 等于外面有油 里面也有油 嗯 你看 然后 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在翻锅 你如果技术好 你就用抖这个锅子 让它自动翻锅 是 你技术好没关系 你就用锅铲 让它翻面 是 然后这个时候翻面以后 好 然后再让它金黄色 出来那个蛋 就是厚厚的 非常好吃的菜不难 说真的 如果说刚刚才开始听我们广播的人 以为我们在访问哪个大厨 哪个主厨在讲唱 我们今天访问是静周开 这个静文学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的陪委陪社长 这是他出的陪社长的厨房手记 真的 我刚访问到一半 我真的觉得我在访问一个大厨 这个主 他自己真的是一个大厨 他煮给自己小孩吃 然后从爸爸那边也传承了很多很好的美味 更棒的是 他因为他的这个职位 他媒体人身份 他真的这几年呢 问到了很多大厨的pepper 跟大家分享 待会广告回来呢 陪社长的厨房手记还没结束 马上回来 来排名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连线的是一位陪社长 是我们的陪委陪社长 他出了厨房手记 在这本书的封面写的大大的 这是被媒体业耽误的大厨 我访问到这边 我真的有这种感受 他有没有被耽误我不知道 但是呢 这里面呢 这一本书很厚 里面有台说过牛小牌真正的秘方 米其林餐厅人气料理 真的大公开 那最主要的 其实这个起心动念是 陪社长是写给孩子的一些家传的食谱 那这个最后一点时间 我请陪社长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本 这算是你第一本这么厚的书吧 陪社长 是啊是啊 这是我第一本书没错 而且是厨房的手记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书 这么多人帮你推荐 而且都是一些 真的很有名的名人 这本书里面的分类又这么有趣 你觉得最后还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觉得我后来出这本书 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发现他变成我们父子的餐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他们其实没有机会接触到我爸爸 然后藉由我在教他们菜的过程中 尤其是教到我爸爸教我的菜的时候 他们突然间接触到他的祖父 这是我意外的收获 我没有想到我出这本书 在写这个词谱 在教他们菜的时候 意外的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牵扯在一起了 我想这就是料理他神奥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我想你在家里面你做的菜 这个菜如果是你以前你爸爸或你妈妈教你吃的 或者你在跟你儿子讲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就好像串起来了 没错没错 这是我意外的收获 透过料理的一个味道 我们勾勒出亲人的轮廓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餐桌上就是这回事 这就是一个传承 对对对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一道料理可以很美味 可以填饱你肚子 可是他有他更多的一些功用 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地方 甚至于勾勒出你意想不到的人的轮廓 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陪伟陪社长这个厨房手机 真的我觉得好值得收藏 谢谢今天陪社长跟我们连线 谢谢 祝你这本书 更多人可以看到 更多人可以分享下去 谢谢你 谢谢讲工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了 谢谢拜拜